這件事送給誰呢? 有沒有今天生日的? 正日今天生日要看你身分證的 有沒有? 你真的今天生日嗎? 出來先 給他一點掌聲 咦? 你今天生日 要唱首 恭祝你福壽 那位拿相機 頒獎筆 你的手機呢? 你拿手機來拍照 拿他的手機 我幫你拍 不要緊張 千萬不要滾下樓梯 不要緊張 慢慢來 不要緊張 看一下身分證 我專門來的 要看一下身分證 我拿手機給他 每個人都說生日 這麼認真 我們頒給這個生日 壽星妹 看了 我認真照片 老闆你頒獎 來 來 來 老闆過來頒獎 頒獎 今天生日 老闆我生日 站過一點 他今天生日 他今天生日 站過一點 站過一點 好 你的手機不給他 你給他拍照 我拍照 我拍照 好 我們給個讚 怎樣稱呼你 阿N 好 準備 1 2 3 好 唱首歌給阿N姐聽好嗎 1 2 3 江中美花獸 遠天彩 慶賀你身神 快樂 年年都有今日 歲歲都有今朝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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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N姐 你現在推到那裏 是嗎 是 是 好 如果不夠好 就拿榴槤券去那裏買 好 下一位幸運兒 下一位幸運兒 有些什麼送呢 就是 我們呢 萬事以下為先的 剛才呢 有個時候婆 就跟我說 就說 喂 我們這些 背份高的 有什麼送呢 知不知道 怎麼知道背份高呢 有沒有那些1920年出生的 這裏 喂 有沒有那些1920年出生的 我有東西送的 1920年去到 你 你 排隊未到你了 50 這麼年輕的 兩分車都未搭 有沒有那些1930年出生的 有沒有那些1930年出生的 蛤 這件大碼 換了些去禮的錢 看 我們下一份禮物呢 就是因為榴槤BB 什麼 1930 沒有啊 喂 有沒有 有沒有 40年之前的 1930幾 這麼多個 帶來的東西 幾個出來 喂 給點掌聲 八張幾 大哥 1930幾年 1930幾 大哥 1939 1939 1939是多少歲 81 81 八十一 什麼都得了 過來拿東西 你 八十三 這是姐姐來的 一起拍照 喂 搬多一件 可以嗎 喂 滑機智能 來頂住 把大馬過來 白色的 加大馬 那些好看 先拿著 不用看身份證 樣子就是身份上精 我們拍照 先 喂 你好精神啊 為什麼這麼會吃榴槤 我吃三貓 三貓 三貓 天天吃三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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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去打貓 哈哈 你為什麼這麼喜歡吃榴槤呢 我喜歡吃 很年輕的 十幾歲吃 即是越吃越健康 喂 吃榴槤越吃越健康 好 我們先拍照 加著紀念品 一起 這是姐姐 這個 大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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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義師 準備看這裏 1 2 3 OK 好 看這邊 好 好 下一個朋友 厲害了 這個東西真 好 好,這個就是榴槤嬰嬰 榴槤嬰嬰的公仔版 拿到這個禮物,當然很簡單 有沒有那些2021年出生的? 2021年出生,有沒有? 有沒有那些2020年出生的? 喂,2020年 有沒有那些2019年出生的? 有沒有那些2018年出生的? 喂,差不多了 有沒有那些2017年出生的? 2008年 2017? 2016? 2016? 真的,哇,恭喜了 喂,我們真的三歲到八十都有 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這壇 來,等等,小朋友站上來 你的花名叫什麼名字? 說吧 羊羊 羊羊,給點掌聲,羊羊 你今年幾歲了? 五歲 五歲 你今年做幾年級了? A3 A3,好 OK 喂,他這個很乖 這些就很棒,又聽話 你還想要什麼禮物呢? 不知道 不知道嗎? 你怕想吃榴槤嗎? 是要吃榴槤嗎? 這跟聖節不關的 因為榴槤的肉是黃的 這跟聖節無關的 OK,拍張照片 不如讓它打破 好了,拍張照片 你媽媽呢? 會幫你拍張照片嗎? 媽媽 叫媽媽來 媽媽過來 我餓了媽媽 再說一次大聲 我餓了媽媽 怎樣外化? 愛到什麼程度? 我餓了媽媽 好,恭喜 2016年出生的 我聽到有人說髒話 接下來 我說是人都送 厲害了吧 接下來的獎品真是賣大包了 只要你是 華記正能量 Alex Yeung channel YouTube 訂閱後 WKTV Facebook 我即數價值 40元的 三層獨立包裝防護口罩 首先 首先 我要招呼我們 Patreon 會員 以及YouTube 的訂閱者 其實你有身份證 就有了 如果你是未訂閱的 你就現在過來訂閱 Like一Like 我就送一盒40元 一盒口罩給你 那我這裡有幾箱 送完即止 OK 我們有個同事 Kelvin Kelvin就會坐在這張桌子 那裡 就和大家整個手機了 OK 那 這個就是人人有份的人 喂 你買個套票是128元 接著送了40元口罩 就變成百立法 然後呢 剛才還拿了那個T-shirt 那件T-shirt 是一塊水的 所以你是今晚免費來的 告訴大家 還有 你們要懂 沒有了 你們現在吃的榴槤 昨天還在樹頂 然後掉了下來 今早才空韻到這裏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覺 你們吃的榴槤 特別好吃的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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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反應的 聰明 真的 我下班了 我很累 我今天耍事 玩到現在 我講了個笑話 就下班了 想不想聰明 好 那我就很快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真人真故事 話說 我們有一次 就去這個麻辣派對那裏吃飯 有沒有去過麻辣派對 那去麻辣派對那裏吃火鍋 桌子那裏 你有一張消毒果的紙巾 我就拿了 打算來抹磨 但是我拿了一張紙巾之後 我忘了帶了去西裝那裏 那帶了西裝 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在家裡 就被嫂子在西裝外裏 挖到這一個 一挖到一出來的鏡頭 一看著我 他就拋鞋也不妥了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在這件衣服上 然後我馬上 為什麼會這麼失策 會這麼大意的呢 Standy 你不會這麼大意的 是不是 他這麼大意 你怎麼這麼大意 我都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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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 震個貓王 這個人 哈哈哈哈 一掃到三袋 這兩個人 立刻打算開你 偷吃 不要抹嘴了 然後我立刻 就 一陣子 一陣子 沒有理由 這麼大意的 我們出來走 然後我說 不如你看新一些牌子 他就說 看什麼牌子 看為什麼會是 一個食肆的地址呢 然後一打開 原來是濕紙巾 打喊 然後冤枉 錯誤人 我每個月的家 又不用教我 多久 所以我受了這個教訓之後呢 我就將他這個 的idea 挺好 引入了華記茶餐廳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華記茶餐廳的 地址 而後面就是我們的地址 所以我待會每人送一張 濕紙巾 所以我們這個笑話 叫做華記濕紙巾 叫做華記濕紙巾 為什麼 現在還沒笑的 你回到家 你老婆 你老公不小心 找到的時候 這樣呢 就好玩了 OK 這個叔叔 這個大哥 給你試一下 喂 給你看到你老公有 怎樣啊 沒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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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女人活動 出來走 女人最重要是大方 看到這些東西 你一定要經常開 這就是華記教你的 老虎呢 如果你想夫妻這樣吃我 一看到這些情況發生 立刻要這樣 這樣你就倒下 好了 以下來的藍絲寶 給你一個任務 給我十個派一個給他 記得 如果你不用拿來留念 你用一張 紙巾貼著 說是紙巾 要不然 你公司開會 不然一搭一張桌 很尷尬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大家呢 拿來用一下 喂 不要給小哥哥 喂 他拿回到書包 那裡 我很大學 喂 小哥哥不要給 三歲那個 就什麼時候 喂 有個粉絲在外國 在哪裏 不要啊 中太平洋啊 中太平洋 國家很小的島仔 天天都支持你啊 喂 什麼事你和你老公這麼恩愛的 喂 天天 YouTube聽著你那個 教育小孩 喂 你老公在哪裏 在太平洋島仔 太平洋哪裏島仔 沒有人知道 澳洲還要乘四個小時飛機過去 由澳洲乘四個小時飛機去太平洋島仔 是啊 那裏做百貨 做百貨的 是啊 為什麼你不去洋湯園海灘啊 哎呀 現在封鎖了 封關了 想過去都不行 OK 他現在 喂 你老公叫什麼名字 黃錦泉 OK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就是你隔空 向你老公示外準備 嘩 老公我幫你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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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陣在那裏 你不知道多開心 我更愛賺錢 我更愛賺錢 太平洋島嶼 澳洲坐四個飛機 如果你追賺我 就糟糕了 喂 好恩愛 給點掌聲 兩鐘火最重要 謝謝 你那裏幾點 我問你那裏幾點 你那裏幾點 晚上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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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下班 十二點 我現在可以一點 十二點 晚上十一點 喂 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你幾個月沒見 你老婆遙控 就傳達你 我問你 有什麼人跟你老婆 想說現在幾萬人聽 有什麼人想跟你老婆 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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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愛他 又愛你 哈哈 喂 我不是啊 黃耀明 我想打賊他 黃耀明 你不要當我是黃耀明 你不要當我是黃耀明 我說得很討厭 是啊 以前我聽他的話 但我現在 不聽了 喂 現在跟你說 你有什麼 跟你老婆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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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 心照 我老公是心照 喂 他很耐廉 不要玩 就這樣吧 玩完了 大家吃榴槤吃得開心 我差不多就好了 好了 喂 今天就玩了這麼多 最後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想介紹給大家一個樓盤 位於太子杜西230號 愛華大廈的 愛華大廈的斜對面就是拔墜南書院 新世紀廣場 旺角東的地鐵斬 後網屬於34後網 單位裡面實用面積是1109呎 是1961年的入房 單格上就是三房、兩廁、一公人房 還有一個L型的客飯廳 單位特色之處是樓底特高 空間感非常充足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可以隨時聯繫我這邊 多謝你們 大家好 我是日本分行的Jojo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東京的西新宿五丁木 要和大家介紹一個超順的小傳動 小傳動的位置 大概位於西新宿五丁木 徒步7至8分鐘的位置 說起西新宿五丁木 不要看它叫西新宿 但其實它是位於新宿區和攝谷區的交界位置 在地鐵線路上主要是利用大江戶線 大江戶線真的很方便 一線可以直到新宿、袋袋帽 鍋拉京機場、六本木、麻布十番等等的大站 而西新宿五丁木站本身 相信大家剛才都已經看到了 一走出站馬上就有蟹道樂 有Apple Hotel、有東映學院 還有很多特色的小店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餐廳 方便大家日常的生活 不要看剛才我們在新宿區的西新宿五丁木出站 其實現在我們已經走到了蟹谷區 是不是真的交界處很近很近呢? 話口未完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今次與大家介紹的這個超想小傳動 眼前這棟挺帥的紅磚小傳動 就是今次與大家介紹的超想物件 這個小傳動當然是土地所有權 它的土地佔地面積大概是860呎 建築面積是1,500呎左右 上下一共有三層、六個單位 建於1982年的11月 現在是一個六個單位全部租出的狀態 每年的年租金大概會是470萬日日圓左右 圍港幣大概是335,000港幣 這個小傳動的售價是7,380萬日日圓 圍港幣大概是520萬港幣左右 小傳動